余岳署 你们给财政部的报告 说这个蚕丝生丝啊 关税从10%降到零 就可以促进200人的就业 然后养殖石斑鱼的这个产值 将关税从12到15%降到6 就可以增加2200人的就业 这是你们估计的吗 是的 好 那估计的这个凭借 好 跟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跟本席报告一下 是 有关于石斑产业的部分呢 对 目前是我们会在这个第三章或第五章的部分呢 我们是评估 不要不要绘画 清晰分析 OK 我们是针对石斑鱼产业呢 是评估是一万 开放进口一万顿 是 石斑鱼 那如果这样子进来的话 是给给这个我们的石斑产业的话呢 可以从1700公顷到2000公顷 所以每一公顷的这个养殖户呢 可以从两个人增加到四个人 是 所以我们评估出来会有两千两百人的就会机会 你现在的这个石斑鱼的养殖面积 好 跟人数你再重复报告一下 目前是在去年的年报统计是2039公顷 那石斑鱼从业人数差不多在1700多人 1700多人 所以你这个税率调降到6减一半 好 那他成本降多少 石斑的这个耳料的部分呢 他可以 目前是 大概一公斤差不多在三十几块左右 20到30几块左右 那他降的话可以降到 25块左右 那降几块钱 差不多5块到10块 好 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 渔民 养殖户 要向 向谁买 来买这个饰料 或是所谓的耳料 向谁买 目前是透过 不可能自己进口吧 贸易商 好 贸易商 贸易商再交给谁 再卖给谁 贸易商进来之后再给这些养殖户 贸易商直接给养殖户 是 真的 目前是这样 全台人的听一下 贸易商直接把饰料 卖给养殖户 这是你们了解的 贸易商还要卖给大盘商 大盘商还要卖给中盘商 中盘商还要卖给 这个零售商 才会跑到养殖户去 所以我昨天晚上 打了好几个电话 往南部的养殖户讲 他们说没有用啊 到时候我们买的价格还是不会因为你关税调降而降低啊 所以现在你农委会要向这些养殖户保证 我跟你调跟进口商调降跟贸易商调降进口的耳料关税 我会保证这个减这个所减少的这些成本 所降低的这些价格会反映在你养殖户的购买价格上面 你怎么保证 你有什么配套措施来保证 目前我们在 我们目前是开放由养殖业者或者是渔会或者是养殖协会来可以自行申请或者是透过贸易商来申请 这都不能保证啦 他量少他就 他不可能再去自己成立贸易公司找这个贸易的人员去进口嘛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把我们国家很多美意 很多在象牙塔里面在冷系室里面所定的政策 到实际执行的时候完全变样 告诉你 你看从刚才到现在你讲的多少是人家不相信 不存在的那些你想象的东西 第一个养殖户直接从贸易商买到耳料 那贸易商要请很多骑摩托车的或是开这个小后车的啦 不可能嘛 好请回座 谢谢 所以你要增加2200人 你现在是1700人的这个就位人数 这个石板里养殖户 要增加到2000 要增加2000天版人 增加一倍以上 哦 那关税 关税 这些产生的这个价格的这个需求弹性那么高 那台湾的经济很好救啊 如果照这样的话 那关税今天全部拿出来全部三成零 明天经济就大繁荣了 生殖也是一样 哦 国内养残的已经没办法生存了 所以都是进口这个生丝 来做哦 这个 各种的蚕食的这个制品啊 那你要 这样 调降的关税 就要促进200人的就业 是这一家公司吗 他保证 他有跟你保证 如果你跟我调降 減免这个关税 我要增加多少扣 多少这个 工人的雇佣 所以我要扣厂扣几倍 所以我市场会增加多少吗 没有啊都没有啊 钱财公共耶 找个人到你那边关收 降低他成本你就找 就随便制造这个创造的理由 两位请回座 财政部 要考虑考虑 来 请部长上来 他们刚才这样跟我对话的结果 你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我其实 我其实 因为这个部分哦 是 他们的专业的评估 不过我们在内部讨论 在财政部内部讨论的时候 我也有一再的 询问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至少 这个专业部会提出来的 不管是对税收的影响 就是那个进口税 就是内地税 或是对于就业的影响 我们是不是要请他们 非常清楚的写下来 国内不生产 必须 进口这个原物料 甚至半制成品 降低关税 如果他可以 创造 这个商机 增加这个需求 甚至 提高国际的 这个竞争力 我们都认同 那怕的是 创造贸易商的 边际 力量的增加 结果对整个市场 都那么有影响 是 这样反而减少我们的税收而已 怕的是这个 是 好 那现在 剩下这个一点时间了 我还有请教你今天 头版 头版 头条 旧股市 旧股市 那么三百亿 银蛋来了 那 历经 多一成交量不到五百亿元的窘境 政府四大基金三百亿元的代超款 代为操作款 将以今天入账 那 预期代超法人 会甚至 建立基本的持股随位 有助台股的量增 那进一步 好 陈冲院长已经主事 好 将一化 这个 次长 是次长吧 要赶快研理好 可能的措施 必要时马上可以上路 好 包括 好 这个 啊 很多啦 像 好 股市得付减半啦 禁止借欠 农欠 的放空啦 好 这个 甚至调降 证交税啦 会这样吗 部长今天先试一下 我 我没有听到 陈院长 做这样子的一个指示 那我们当然也知道 就是说 这个陈院长 跟金管会 他们是有 就是 前几天是有 呃 开会对于 对于就是说这个 股市的这个安定 那他有呃 陈院长有指示说 请江一化副院长 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 持续关心 嗯 那我们得到的讯息 就是这样 所以对于今天媒体上面 所讲的 像我刚才进来 包括很多人问我 说什么 调降证交税 去救股市啦 什么等等 这些我我说我我完全没有 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 调降证交税来不及吧 不是那什么三百亿我们 是要透过修法吧 是 对啊 来不及啊 所以这个是空穴来风 而且 而且我们也听到 陈院长也有讲 就说他比较了 他有请呃 这个比较请这个部会 比较了说现在台股的这个价 那跟这个世界主要国家去相比 那我有听到陈院长是包括公开说 他说其实我们是在这个中断班 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异常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也蛮惊讶看到报纸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财政部目前都没有准备吗 你有像2000 2001年 因为要救股市 所以祭出了四大措施 包括上贵股票 融资比率 调高到五成 上市贵股票的融券保证金程式 哈 由150% 调降为90% 就是降低他的融券的 哈这个成本 哈 取消融资跟融券 限额的分级制 哈 建立投资人信用账户交易额总 归付的制度等等 哈就是让大家进场容易 哈进场的成本低 来 拉拉抬他的这个能量 没有没有听到 现在有这个准备吗 没有而且那个是金管会的 我们也没有从金管会 这个是金管会的 我们也没有从那边听到 或是说院里面听到 有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报上讲的 这么具体的这项那项 呃我想这个 陈院长就是有讲说 要大家要持续关注 呃这个价钱 大家都觉得是还OK 可是那又 那你对目前股市哈 是 这种动能一直 这个下降 是 你真的没有感觉吗 我觉得 会交集吗 我觉得前天的这个量 是 是会觉得 比较特别又要注意 那还好是 昨天当然是量回来一些 可是我 我认为对于 一两天的量 我们持续是要 昨天是不是 我们政府的基金 有进场 呃我们财政部 没有特别去做任何的指示 这个我可以公开这样讲 不然怎么会那么不平均呢 所以说 这个量有回到八百 六百八十六亿 但是 还有五百三十三档 齁 这个 他的单入成交量不到一百张 是 不过我 我只能说我们财政部没有做任何的指示 所以大部分都不动啊 所以一滩死水啊 对我希望只能说 所以财政部真的 这个 认得不需要动 也不需要 做一些措施吗 呃 那你到证所税 确定 还有半长时间呢 这个 因为其实 是受一些 就是除了证所税 也还有这个 歐債的 本期在第一次跟你执行的时候 我就说 这种 资本市场非常敏感 尤其流通市场更敏感 是是 不经 也经不起风吹草动 所以不确定性 我们绝对 不让它 形成 一形成化 不可 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 一路 一路就这样 应验了 所以 所以希望 除了国际 干脆停市 520 大家放假 不会啦 不会 停市 不会停市 完全没有听到 金管会 或是新政院有这样的 规划 不会 因为也不是一直说 一直说啊 因为我们看到前天的量 当然大家比较关切 那昨天其实是已经多了200多亿 所以这一次啊 是量缩比价跌还来的严重 是因为量缩而产生价跌 所以量缩到一个地步以后 价格跌不下来是因为有行无事 那量缩就是股市 好 不断的萎缩 这很严重的 流动性越来越缺乏 好 这一点 我想部长 你不能 不担心吧 持续一直在观察中 一直在观察中 是 有 有关心 但是有感无动 有感觉到 但是动不起来 我想也不是啦 这个因为是一个 现在就是 因为整个行政院是整合 大家一起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也不是单单 财政部可以说什么的 以天下苍生为恋啦 以台湾整体经济发展 为优啦 好 所以啊 有关政所税 好歹赶快确定 我还是期待 赶快确定 好的 那是尽量听民意啦 好 尽量听民意啦 好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参与者啦 是 好不好 好 谢谢